摇手机参与互动 赢取由史丹利第四元素复合肥 独家赞助的奖品和现金红包 第四元素复合肥 为挑战者加油 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 人和机械之间 相互配合完成的挑战 比如说用挖掘机投三分球 然后用这个叉车挂啤酒瓶子 等等 这些都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就是人类居然能够把工具 灵活运用到如同自己的手臂 甚至是手指一样的精巧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之前出现在我们舞台上的 这些机械都是在地上跑的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机械 像一个更加不可能的极致 推一推呢 今天有一个挑战者应声而来 我们请各位一步到场外 我们共同见证今天的 挑战不可能 我们已经听见远处 有马达的声音 看到了 直升飞机已经穿越了 我们前方的这座高塔 目前正在稳稳地准备降落在 我们的场地中心 而驾驶直升飞机的 就是我们的挑战者 朝阳 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 非常的大 但是在现场 我们人还是能感觉到 感觉到 我觉得咱们还是稍微离远一点 让我们用掌声和欢呼声 尤其我们的挑战者 朝阳 你好 大家好 刚才你在降落之前 有一个动作 直升机的尾奖绕着我们转圈 那个是你在做你的一个表演 还是说那个时候 你确实在寻找你的降落地点 这是一个直升机的机动动作 叫做同行员 是练习 B行员的协调性的一个训练科目的 就刚才这个动作 其实上是向我们展示实力呢 但是稍后我们的直升机 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说出来 你就会更觉得不可思议了 你给大家揭秘一下吧 到底它要用直升机干什么呢 到底它要用直升机干什么呢 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 直升机开啤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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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什么东西打开啊 我们在直升机的华侨上 绑了一个我们平时常用的酒起子 在直升机的华侨 对 起火架 三位可以到这来看一眼 来 你们近距离地看一下 这个起子到底长什么样 真的 其实说是在这儿呢 真的是开瓶器 在哪 这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开瓶器 在这儿 对啊 天哪 起子才多大点啊 飞机多大个儿 然后飞机是什么体量 啤酒瓶的盖子怎么体量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差 就让你觉得可能嘛 你以前做过吗 我在13年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一个 全国的直升机锦标赛 在那个上面有这个比赛项目 当时开了几个啤酒瓶啊 当时的成绩四分钟 只开了一转 这个项目要进行到 毫米之间的一个差别的控制 必须要做到精准 要想顺利地完成这个挑战 必须做到人机合一的一种状态 挑战规则 五瓶啤酒会分别固定在距离地面 两米高的标杆上 挑战者驾驶直升机 利用固定在直升机右侧 滑桥上的普通开瓶器 打开啤酒瓶杆 五分钟时间内打开三瓶 且瓶身没有任何损坏 即为挑战成功 我们给挑战者准备了三次挑战机会 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地完成挑战 本项挑战 要求挑战者 必须依靠绝对精准的判断和控制力 以及稳定的心理素质 可不持升机自身的振动 以及气流等外部环境的影响 实现达到毫米级的超高精准操控 继续 开始 已经靠近第一瓶啤酒了 就差一点已经碰到瓶子 现在他还在艰难地寻找 啤酒瓶起子和啤酒瓶盖的接触点 这个实在太难了 太难了 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他把提升机移到了下一个啤酒瓶的地方 我自身的一个动作 一个微小的操作 都可能会影响到飞机的一个稳定 必须要做到经过 没有打开 第二瓶没有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瓶子现在有些晃动 他现在又返回到第一瓶 可是要等晃动停下来 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分钟 他还没有成功地开启任何一瓶啤酒 按照我们的规则 五瓶当中他只要开启三瓶 打开了 开了 他已经开启了一个啤酒瓶盖 第一瓶现在已经顺利打开 确实太难了 直升机开啤酒瓶 我们的挑战者必须进行绝对精准的操控 瓶起子距离瓶盖现在非常地近 他还在不断地尝试 还在坚持 我们来看啤酒瓶已经流出来了 但是瓶子还没开 开了 开了 他已经开了两个啤酒瓶盖 两个 两个 已经过去两分钟了 现在到十三个了 只要第三个能够成功打开 现在的时间是两分十二秒 他又转移到了第四个上面 看来第三个位置也不是特别力强 我在直升机的座舱里 要进行几百个的调整动作 而且要快速地反应 才能做到毫米误差的一个级别 就差一点 差一点 不仅仅是要保持飞机旋停的稳定 还要完成一个级别的级别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 那一位银行 我可以打开了 我可以打开了 这次是 我们再次的一位 我给大家一下 我们再来一下 这位是 我们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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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把腰被走 膠容易成功 加油 加油 还行 还有一分钟 还已经完成了三分了吗 开了 开了 挑战已经成功 但是赵阳现在还在继续 他却是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完成了 我必须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 达到一个人机合一的境界 他现在正在挑战他的极限 他驾驶着直升机 移到了最后一平的位置 四分三十五 我们来看看赵阳今天能不能打开第五平呢 还有最后的十五秒 他在做最后的努力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时间到 表现成功 恭喜你 我就问一下 如果是今天这个成绩 五分钟之内开启四个 在全国锦标赛 你能拿什么名字 我可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 祝你好运 赵阳你开的直升机 平时是用来做什么的 主要是用来农林喷洒 最基层的公用航空的一个作业项目 所以你跟民航飞行员的工作性质 有那么一些不太一样 那你的生活跟他们的生活也不一样吗 我们作业的地点往往都是偏远的山区 森林 我们也是起早餐 还很艰辛的 一年365天 基本上有300天都在出差 对我家里人 我是比较内疚的 我的爱人付出的太多 包括两边的老人 都是他在照我孩子 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工作 你这次来我们挑战不可能节目 你爱人知道吗 我来之前他不知道 为什么没告诉他呢 我想如果挑战成功了 结束了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那如果说现在你就可以给你媳妇打个电话了 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脑子是空白的 脑子你想想吧 后边有观众提醒你了 他说什么 我爱你 来 我爱你 我爱你 说不出口 这四年你辛苦了 我爱你 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好不好 来 有请 赵阳的媳妇 儿子 你们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赵阳的爱人叫庞燕 来自自博 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大名叫赵锦硕 小名叫晨晨 晨晨 晨晨老爸帅不帅今天 帅 老爸 这么小声啊 你帅还是他帅 你帅 谁 谁帅呀到底 崇晏刚才你在那边也听到了 这个老公今天是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你表白了 这个从来都没有听过 连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讲过 他 来了 我老公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很辛苦 他在家从来不讲 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男人该承担的 是他该做的 我老公的确挺棒的 很棒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请他们一家三口 一起走进荣誉殿堂 同不同意 好 同意我们就一起来 能 能啊 帮助于平凡的本职工作 照样积累下扎实的飞行实力 在今天实现精准控制 达成人际和一般的灰洒自如 向自我挑战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ciété